福建省是我国东南野海大省 左面积12.4万平方千米 辖9个地级市 共有11个县级市和42个县 截至2020年末常住人口4155万人 哪个县最有钱 相信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选出近江南安 要是再问福建哪个县最穷 估计很多人都要想一想 对立的穷不是真正的穷 而是要找出发展相对较慢 人均GDP靠后的五个县层 城市介绍稍微有点详细误喷 谢谢 好了我们直接进入主题 首先排在倒数第五位的是张浦县 人均GDP5.85万元 全县总面积1708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常住人口64.6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95亿元 张浦县闽南金三角南部县份 是福建省张州市南部沿海县 唐锤拱二年686年之县 明以后素有金张浦之美誉 张浦县是著名桥乡和台胞祖籍地 全县区台人员1.2万人 台属2.6万人 在2300多万台湾人中 张浦级占200多万 张浦县有南西、陆西、佛潭西、赤湖西、杜寻西、五江西等河流 张浦县是一个千年古县 全国文化先进县 人口大县、农业大县、海洋大县、资源大县 新兴领港工业县 改革开放以后成为全国首批沿海对外开放县 排在倒数第四位的是 鲜油县 人均GDP5.76万元 全县总面积1835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厂住人口90.5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2亿元 鲜油县 地属于福建省莆田市 地处福建东南沿海中部 梅州湾南北岸接合部 木兰西中上游 县进东街莆田市区 西街咏春德化 南连泉州市 北界咏泰 东南濒临梅州湾 埃天然两港秀鱼港 鲜油县域 整个地市顺区木兰西 西北高东南地 西城马蹄状 沿海、平原、山区层次分明 东西乡平原是鱼米和蔗糖之乡 东北角的新泰里 和西北角的鲜油山是著名的 珍西林区 全境分布的 七山溢水二分田 2017年 鲜油县被列入国家园林县城 排在倒数第三位的是 镇河县 人均GDP 5.48万元 全县总面积 1746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厂住人口 17.9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98亿元 镇河县 古属建宁府镇河县 中国福建省南平市辖县 位于福建省北部 与浙江省南部相邻 境内东西最大距离72千米 南北最大距离46千米 通行明北方沿建欧化 正建小浦 安松公路过境 1936年中国工能红军 闽东明北独立师 东宫山会师处 唐代皇朝团兵处 黄念山 明朝银矿矿工 其旧址 景平等纪念地 古迹有佛子言 宝言 2019年7月 入选国家知识产权 强县工程试点线 2020年4月 达到脱贫退出条件 退出省级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线 排在倒数第二位的是 云霄县 人均GDP 5.09万元 全县总面积 1166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长住人口 41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5亿元 云霄县 归于福建省南部沿海 地势从西北向南倾斜 东北西部 以及西南部边沿均为山地 中部至东南部为沿海平原 张江金流陷进 上游建有 风头水库 和向东渠配套 云霄县年平均气温21.2度 该县明胜古迹和纪念地有 尖峰夏商 贝丘遗址 园岭商周 印文陶文化遗址 仙人峰 云山书院 张州古城 石帆塔 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闽南特委所在地 乌山十八尖洞 天地会创始地高西关银亭 是省文物保护单位 2019年度福建省限于经济发展石家县 最后排在倒数第一位的是 赵安县 人均GDP 4.37万元 全县总面积 1293平方千米 截至2020年末 潮州人口 56万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87亿元 赵安县 古属张州府 赵安县 福建省张州市辖县 地处福建南端 敏岳交界处 南宾东海与南海交汇处 西陵广东省饶平县 北林平和县 东街云霄县 东山县 西宇饶平县 南澳县接壤 唐开元29年 741年 淮阴县撤销 定入张浦县 赵安地随属张州张浦县 赵安县市书画艺术之乡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绘画之乡 中国青梅之乡 福建著名的桥乡 和重要台胞祖基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您是福建省哪个新的呢 欢迎评点去留言